欢迎收看税务一新闻 我是主播黄思琪 今年5月份在申报103年度综合所得税时 夫妻报税有三种计算方式可以选择 但不论您是采用全部合并计税 薪资分开计算或是各类所得分开计税 都还是要合并申报 依据所得税法修正前的规定 夫妻的非薪资所得必须合并计税 但在累金税率下会加重夫妻税负的负担 与单身者产生税负的差异 因此今年1月公布的新修正条文 与过去纳税医务人与配偶可选择各类所得全部合并计税 及薪资所得分开计税的两种申报方式外 在今年申报103年度综合所得税时 新增加了各类所得分开计税方式 让纳税医务人或其配偶的各类所得可以全部分开计税 新条文上路以后 纳税医务人跟配偶如果因为感情不目 或者是家暴事件而分居 那他因为这样子 所以没有办法办理合并申报跟计算税额者 那他可以因为分居达六个月以上 取得向法院申请的这个裁定书 或者是家暴保护令等证明文件 来在申报时候 他注记他是分居状态 那他就可以办理这个分开的申报 然后以比照单身者来办理分别所得税的计算申报 提醒您要知道以何种方式计算税额对夫妻申报最为有利 建议您采取网络申报 利用网络申报程式就可以找出最有利的计税方式 不仅可以避免出错 也可以快速顺利的完成申报 损失又省力 感谢您的收看 水武一新闻与您下次再会